电影里的贝宇欢 阿诚陪你 慢慢看 梁多已经年近五十 生活潦倒 形象邋遢 年轻那会儿 他曾写过一本得了奖的小说 可打那以后 再也没有令人撑刀的作品 今年的第23号台风 正徘徊在菲律宾 日本的太阳早早变得焦躁不安起来 梁多顶着烈日去看望住在老小区的母亲 当然了 真实原因是他想回家搞点钱 父亲前不久去世了 听说留下一幅名画 要不然像他这种过年都不回家的人 怎么会突然良心发现跑去进校道呢 梁多在家中翻箱倒柜好一阵子 除了一打彩票和当票 啥都没找着 母亲回家后看到儿子也有些意外 儿子问起那幅据说价值三百万的名画 母亲笑笑说道 家里哪有这种东西啊 你爸一走 他的东西我就全部丢掉了 对于儿子的来意 母亲心里跟明镜似的 但他似乎早已习惯 既不着急也不恼 母亲从冰箱拿出两杯自制的冰淇淋 杯子里的大冰块被冻到几乎挖不动 梁多忍不住嘀咕 想吃冰淇淋去超市买呀 你不是还有退休金吗 母亲说买了就全被你姐家的小鬼吃掉了 听说大姐常来母亲家 梁多亦有所指的说 你还是小心点 谁知道她打什么主意 母亲倒是一副无所谓的模样 我身上早就没什么可图的了 已经有好一阵子没有回家 梁多发现母亲的生活好像有了些变化 不知道什么时候起 她开始听古典音乐 她还买了个能放到喜遇间听的收音机 不过有些习惯她还是一如既往的保持着 比方说给阳台那棵半人高的橘子树浇水 这棵橘子树是母亲在梁多高中时种下的 母亲说我把它当成你 每天都给它浇水 眼看它长得是够高了 可就是不开花结果 这句话在梁多听来有点指桑骂槐的意思 母亲像没注意到她的表情似的继续说道 不过呢 毛毛虫们倒是很爱吃她的叶子 它们都长成了蝴蝶 翅膀是蓝色的纹路 这么一想 这棵橘子树也算是有所作为 梁多却不爱听这话 我也是有用的好吗 母亲也不跟她辩驳 只是接着对儿子说 那这样 马上台风要来了 你帮我把橘子树挪到墙边来 梁多一边说着小意思 一边开始搬 没想到才刚搬起步 便把门玻璃除碎了 家里没有油水可捞 梁多坐一会儿便要走 看到母亲的日子过得实在有些清贫 她犹豫了一下 从口袋里掏出一点钱 母亲嘴里说着 不用了 我还有退休金 她的表情怎么也不像是不想要的样子 象征性的推辞后 也就说下了这份笑心 梁多和母亲一前一后走在林荫道上 阳光在秘密的树下映出了叔叔的影 母亲到底年纪大了 刚爬过四层楼梯 她把一只手搭在梁多的背包袋上 借着力慢悠悠地跟在儿子的身后 她说她上次走在这条路上的时候 有只蝴蝶一直在她身边不停地飞着 母亲便想 那会不会是死去的老伴 她对那只蝴蝶说 你暂时不要来接我 我自己一个人过得挺幸福的 离开母亲家后 梁多直接来到当铺 她想把从家里顺来的相机当掉 梁多的父亲以前是这里的常客 在老板口中 父亲是个很不靠谱的人 他一直以儿子脑袋长了肿瘤要做手术 骗老板收下他那些压根不值钱的东西 这其中就包括那幅其实是赝品的名画 而荡来的钱全被她用于赌博和买彩票了 名画看来是没戏了 梁多颓丧地走出去 接下来该怎么办呢 她实在是太缺钱了 梁多过得穷困潦倒 是因为她沉迷于赌博 那是一种类似于赌马一样的赛车游戏 她现在正做着一份私家侦探的工作 当然了 她认为自己只是在体验生活 郝威正在创作的新小说积累点素材 所谓的私家侦探 其实是找找小猫小狗 你接帮客户偷拍对象出轨之类的脏火 有时候她和同事会把照片卖给当事人 这样他们不仅能收到委托人的钱 还能顺带着敲被调查人一笔竹杠 可不管挣多少 她总是很快送到赌场 然后抱着一朝报复的念头输个金光 说红眼了 她就舔着脸到处跟别人借 如今梁多连房租和水电都付不起了 有时她看着混乱逼色的房间也忍不住想 我的人生到底哪一步走错了呢 可她从不认为问题出在赌赛车上 用她的话来说 赛车让她有种活着的感觉 梁多时常会躲到一旁偷窥前妻和儿子 想子如今有了新欢 听说是做房地产的 她给儿子真悟买了美金浓的棒球手套 那是梁多一直说要买 却总是买不起的 那天她看着他们一起打棒球 一起吃饭 俨然一副其乐融融的一家三口的架势 梁多的心里生腾起一股子莫名的酸意 她趁儿子小便时偷偷跑到洗手间找他 她向真悟打听前妻和那个男人的情况 你妈妈有没有打算跟她结婚 真悟说不知道 梁多让她找机会问问 儿子临走前问她 钱的事没问题吧 梁多信誓旦旦说 没问题 不用担心 真悟所说的钱指的是给前妻的抚养费 她每月要给翔子五万元才能见到儿子 梁多嘴里说没问题 实际上压根没有钱 她只好去跟大姐姐 大姐满脸都是嫌弃 她才不相信梁多借钱时编出来的鬼话 她劝梁多别再抱有不切实际的想法 整天说什么写小说 其实就是不务正业 姐姐感慨 父亲如果能好好工作的话 母亲也不至于现在还住在老房子里 梁多回忆起父亲在家里找钱的事情 母亲把钱藏在米缸里 可还是被父亲翻到了 后来她换个地方偷藏后 父亲再也没找到 梁多看似随意的问大姐 你知道在哪吗 大姐说藏到壁厨上面的抽屉里了 因为父亲腿脚不利索 够不到高处 姐姐那儿没弄到钱 梁多打起了歪主意 她盯上了某个和家教老师约会的学生 在校门口蹲点时 梁多想起了一些往事 高中那会儿 她有了以后当公务员的想法 原因很简单 她不想成为父亲那样的人 可如今她却不觉间走上了父亲的老路 梁多用偷拍照向那位学生敲诈了一笔 年轻人恨恨说 我以后绝不要变成你这种人 梁多像被踩中了尾巴 恼羞成怒地回道 你别以为很简单就能成为理想中的大人 除了敲诈学生 梁多还额外接了笔私活 她受雇主委托寻找她老公出轨的证据 在宾馆监听时 梁多聊到了离婚的话题 她问女同事 你们女人都是这个样子吗 一旦有了新欢 就把之前的数据清除掉 同事回答 这事对女人来说更像是油画 一层一层地用新颜料盖住以前的底色 但是并不意味着底色已经完全没有了 梁多听完 嘴角隐隐露出了一抹笑意 搞定私活后 梁多顺利拿到报酬 有了这笔钱 她不仅能付掉抚养费 还能给儿子买一双像样的球鞋 只可惜剧情没能按她想好的剧本走 梁多敲诈学生的事情 被老板知道了 钱也就顺利成章地 进了老板的腰包 在去见儿子的路上 梁多把钱包翻了翻 就算把硬币算上 也远远不够付抚养费 见到前妻她借口说工作太晚忘记取钱 翔子当然知道这个男人又满嘴跑火车 算上这次她已经找理由拖欠两个月了 可是见她一副哀求着想见儿子的模样 翔子脸上冷漠如稀 内心却是狠不下来 梁多带儿子买球鞋 她的脸上挂着笑意 真误懂事地选了一双稍便宜一点的鞋子 梁多故作轻松地说 不要跟老爸客气 他还是帮儿子选了更喜欢的美金浓鞋 只是在去结账前 他故意将鞋子蹭了蹭 然后借口鞋有磨损 以打折价买了下来 出了鞋子店 父子俩进了一家汉堡店 梁多一边看着儿子吃 一边打听消息 从真误那儿 梁多没有听到期待的回答 看来翔子和新欢 真是奔着结婚去的 吃完汉堡 梁多带儿子买了几张彩票 据他所说 是为了纪念父子间的羁绊 随后梁多把真误带到母亲的老小区 路过门口的章鱼滑梯时 他对儿子说 以前台风一来 爷爷就会偷偷带我出去 大半夜 我们打着手电 在滑梯里吃零食 真误听完妄想滑梯 眼里满满都是羡慕 梁多到母亲那儿才发现 大姐一家子也在 她说是来修梁多 上次打碎的那块玻璃 大姐对她很是不满 话里话外竟是噎语 梁多也反过来嘲讽大姐 整厅里装孝顺 真孝顺的话 你就不会让老妈做晚饭了 而且还用母亲的钱 给她女儿报滑冰课 两人你一言我一语 气氛顿时有些紧张 提前嚷嚷好几天的台风 就快要登陆 趁着风雨还没大作 姐姐一家先走了 翔子在傍晚赶到奶奶这儿 接儿子回家 奶奶拿出咖喱 开始为他们做晚饭 翔子习惯性的 在一旁帮忙处理土豆 真误也掺和着 四模四样的学习切菜 梁多则是无所事事的 侧躺在沙发上 偶尔插一句 让母亲往汤里放点青豆 这一刻 他们俨然又回到了 一家人的状态 吃过晚饭后 大雨丝毫不见颓势 奶奶见机想留他们在这儿住一宿 床单有干净的 换洗衣服也有 中午回家太晚的话 对身体不好 奶奶几乎把能用的理由 全都用上了 翔子看着老人 一副可怜兮兮的模样 心里一软 也就点点头算是答应了 梁多故作无奈地表示 母亲也真是的 其实她何尝不是打着同样的小心思 一家人重聚到一起 这一夜注定不会平静 奶奶拿出梁多小时候的作文给孙子看 夸梁多有文采时 她注意到孩子的表情 她问真悟 你不想成为爸爸那样的人吗 孙子想都没想 便肯定地点点头 爸爸那样并不好 所以妈妈要跟他离婚 真悟随后想了想说 如果我中了彩票的话 大家又能一起生活了吗 奶奶听完轻叹一声回道 有可能吧 翔子和梁多在房里 有一大没一大的聊着 翔子问梁多 你还在写小说吗 梁多挠挠头说 现在不是纯文学的时代了 大家都爱看什么轻小说 网络文学之类的 翔子略带点不屑地说 你还是老样子 总是把问题归咎于时代 归咎于别人 梁多有点挂不住 他说他也有新尝试 前不久有人找他约 漫画小说类的稿子 这事谈成的话 每月就有钱付抚养费了 梁多表现出 很想做个好爸爸的样子 翔子有些怒气不争地说 你现在这样 当初在一起时 为什么不好好的呢 梁多把话题 岔开到翔子的心恋情上 他问前妻 有没有和那个人发生关系 翔子回答说有 又不是中学生了 屋外的雨 愈发骤疾 屋内的人心虚难平 翔子看着儿子睡着 没理会男友的信息 梁多潜入母亲房间 在壁处里找着什么 他上次从姐姐那儿套出 母亲的钱藏在这儿 结果打开后才发现 那是大姐的恶作剧 他不甘心地继续找 半毛钱也没找到 不过倒是在父亲排位后 找到一块宴台 母亲常说 字写的好看 是父亲唯一的优点 梁多顺手把排位前的残箱 清理一番 这个时候 母亲披着衣服来到客厅 人老了睡不了多久 常常要吃点安眠药 母亲感慨道 以前总怕房子被台风吹倒 换到现在的房子后 总算舒了一口气 只是没想到 这一住就是整整的四十年 梁多有些黯然地向母亲说 对不起 你的儿子这么没出息 母亲随后意犹所指地对梁多说 为什么男人都不懂珍惜当下呢 追着已经失去了东西 想着无法实现的梦想 被这些东西困住 每天还怎么快乐 收音机里正播放 邓丽君的别离的预感 其中有句歌词叫做 比海更深 比天更蓝 母亲说 她这辈子还没爱过谁 比海更深 正因为没有 所以才能频繁开心地活着 母亲的话像是真一般 扎进梁多的内心 或许她以为复杂的人生 也可以很单纯 半夜 睁悟起来方便 梁多喊她去公园玩 两父子贼兮兮地出门 以为没人知道 其实响子和奶奶全都听到了动静 奶奶看着端庄贤淑的响子忍不住问道 你们两个已经不可能了吗 空气沉默了一会儿 响子还是点点头 尽管老人一直带她如亲生女儿一般 可惜梁多实在是不适合走入家庭 随后奶奶拿出真物小时候的棋袋 这东西应该交给她的母亲保管了 老人看着看着 声音逐渐哽咽 他不明白为什么会变成这样呢 梁多和真物躲在章鱼滑梯的管道中 他们一边吃着零食 一边听着暴风雨 梁多问儿子 你长大以后想要做什么 出乎意料的是 儿子说他要当公务员 这个答案和曾经的他竟然那么相似 正物反问父亲 你以前的梦想是什么 你成为自己想成为的人了吗 梁多回道 我还没有实现梦想 这时候 响子到公园里喊他们回去 梁多正正说 我们之间本来不该是这样的 响子不否认他的话 但纠结这些没有意义 既然已经做了决定 就放手让我往前走吧 梁多点了点头 确实该放手了 即使比海更深的爱着谁 也得如接受真理一般 接受它已成为过去的事实 曾经的一家人坐在一起喝着饮料 真物忽然发现 父亲买的彩票不见了 那可是他买大房子 让一家人重聚的梦想 他和梁多赶紧冲进大雨中 四处寻找 过了一会儿 响子也加入到他们的行列 他们在戚风利誉中 找那几张小东西 仿佛只要找到就能回到最初的模样 一夜肆虐 一夜躁动 隔日天气陡然转情 从奶奶家离开时 中午远远看到一张纸 她还以为是昨晚没能找到的某张彩票 奶奶在楼上向他们不停白手打招呼 好似他们只是去上班上学的寻常家人 梁多把宴台送到当铺 能卖一点是一点 出人意料的是 这玩意儿竟然值30万 老板忽然将他当年获奖的小说递过来 他说 那年你父亲很高兴的把这本书拿来 他一直免费送书给邻居们来帮你宣传 老板还请梁多就着宴台为他签个名 几滴清水坠在了父亲珍藏的宴台 梁多不自觉的挺直了购楼的腰 那些逐渐交融在一起的墨水 是不曾倾诉在晴天白日里 父亲为儿子小小成就的自豪与骄傲 这一回的亲子活动到此结束了 梁多和母子两人约定下个月再见 想此提醒他不要忘记欠下的抚养费 梁多回答 没问题 这一次 他的眼神里没有敷衍躲闪 梁多目送着对方离去 台风走了 前妻走了 儿子走了 他好像看清了离别和失去的真面目 同时他也明白了 自己该去下何处 比海更深 延续了世之玉和一贯的风格 生活的细节 永远的家人 泥巴的关系 导演用温柔的镜头在日常里寻找起伏跌宕 让人沉迷于对照现实时的联想式感动力 有人用这么一句话形容世之玉和的作品 像是什么都没说 我却听到了许多 影片看似平淡无波 实际上却是激流暗涌 这次的主角是一个沉溺赌博的落魄中年人 他原本有美满的家庭 可他搞砸了这一切 我的人生到底是哪一步走错了 如何让梁多找到这个问题的答案 以及怎样让他顿悟 从而重回生活的正轨 便是推动这部影片剧情发展的核心矛盾 而解决之法 则是围着梁多破裂的婚姻进行 影片的前半部分 基本都在刻画梁多的形象 生活困顿 沉溺赌博 形势不正 不够踏实 除了有一大堆毛病外 他也有令人唏嘘的地方 比如他对母亲仍有那么一点愧疚和笑心 他对离婚的祥子念念不忘 但又秀于启齿 他对儿子是真真切切的关心和在意等等 后半部分则是巧妙的把他们留在台风之夜 让所有人的情感直白的彼此冲突 互相碰撞 然后借由祥子和奶奶两人的话来揭示答案 祥子说 你总是把问题归咎于时代和别人 奶奶说 你的问题在于不懂得珍惜当下 追着已经失去的婚姻 想着无法实现的梦想 被这些东西困住 每天还怎么快乐 这两段便是告诫良多 不要一味地活在过去 总是对已经失去 已经破裂的东西耿耿于怀 也不能活在赌博致富 那种不切实际的梦想 或者迷恋于短暂给人刺激和快感的事情中 能把生活重新掰正的唯一途径 便是活在当下 认清现状 然后勤恳地工作 踏实地做人才行 关于良多的转变 影片给了两个积极的意向事件 首先是一家三口在咒语疾风中寻找彩票 这里的彩票寓意着这个家庭新生活的希望 其次是良多发现附近有个价值30万的燕台 父亲的为人完全可以说是不负责任的混蛋 但即使令人失望如他也有个书法的小梦想 他把所有东西兜当了 唯独没有卖掉那个燕台 从最后的镜头里可以看出良多也没有这样做 他已经意识到他真正的梦想应该是写小说 这些年他都在装模作样地表演着努力追梦 现在是时候为这个梦想真正的拼一把了 所以翔子让他下次见儿子把欠的钱还上 良多肯定地说没问题 他已经做好踏实的准备 引兵里某些熟悉的情节让人颇有共鸣 良多这种人我想大家身边都有那么一两个 要么是沉迷于赌博 要么是有别的恶邪 他们共同的特征是不负责任撒谎诚信 拆东墙不惜墙地把日子过得乱七八糟 他们找各种理由把能借钱的人都借遍了 身为这种人的亲友实在是件头痛的事情 要是关系一般的话 躲了也就算解决了 可他要是你的枕边人 或者你的父母子女 你又该如何施好呢 其实办法就藏在片名比海更深的两层意思里 一个是学会放手 另一个是面对接受 我们都没有比海更深地爱着某一个人 于翔子而言 曾经欣赏的男人不值托付 曾经以为有了孩子以后 他就能转变性子 可他还是让你一次次的失望 直到绝望 那么你还要比海更深地爱着他吗 即使你对他还有依恋 都该坚定地放手 毕竟成年人光有爱是生存不下去的 于奶奶而言 他的丈夫是不负责任的混蛋 他的儿子和丈夫差不多得性 不提也罢 他的女儿也想方设法地从他这拉好处 拿他的退休金给自己女儿报班学滑冰 那么你还要比海更深地爱着他们吗 如果你没有办法割断和他们的关系 那似乎只有面对和接受不堪的现实 然后尽量用随遇而安的心态过好日子 于是奶奶要自己做能吃得上口的冰块 于是他慢慢学会欣赏贝多芬的音乐 于是他买了能提起遇事想听的收音机 因为没有比海更深 所以才能安然抽身 真希望还在执迷的梁多们快些醒来 不要负了那些爱你比海更深的人们 我是阿诚 我想陪你看更多好电影 我想让你的人生多些好风景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